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灣名人堂 我是林依茹 台灣名人堂要告訴你 有故事的人 有意義的是 我們常常講說 台灣的本土音樂要走入國際 但是要怎麼樣走入國際呢 常常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台灣的文化 一起融入音樂 介紹給國際的觀眾朋友 那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現場的是 董事長樂團 他們常常把台灣的文化透過音樂 傳送到國際社會 讓外國的朋友可以了解台灣音樂 台灣文化之美 而且最近他們才封城樸樸 剛剛從英國的令物樸表演回來 我們也歡迎董事長樂團 你們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你們來 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董事長的歌手大君 我是主唱阿吉結黨 我是核英劍打擊樂手金剛 大家好 吉他手小好 歡迎歡迎 不過我們這個節目一開始 要先來給大家 先來看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把你們跟這個吉董 跟Freddy擺在一起 就是因為我們最近在立法院 你們應該有聽說吧 那個時候你們剛好在立物樸表演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這個外交部長 李大維部長 他口誤啦 可能真的是不小心口誤 就是把這個Freddy 任成是董事長樂團 然後在台灣也就是大家覺得 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來討論 你們當初是怎麼聽到這個事情的 我就很多朋友用網路的訊息 跟我們講 我看了我們就覺得滿好笑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把 因為大君跟Freddy以前都長頭髮 應該是認錯大君 是因為這樣 是大君嗎 我們的確 那個部長 他以前也是在多人多 的確是看過我們的表演 對 可能是我們那種 有時候 我們也有畫臉 只是我們是畫包加醬 對 他是私裝 對 所以難免就是可能 所以就表示董事長樂團 在海外也是有名聲的 那表示外長真的是有去看我們 對 我記得那天他還有請我們去吃飯 所以李部長那個時候 就是在當駐加拿大大使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宣傳 對啊...真的... 不過就是我相信部長也真的是 一時口誤啦 對 因為他也真的是 就是也是實際的行動 有到現場去支持你們嘛 所以講到這個啊 其實你們真的是常常去 就是全世界各國去巡演耶 那你們有沒有稍微算過 你們到現在為止 大概去過了多少國家 我上次有FB有寫 大約是三十幾個城市 這是國外的城市 我們除了去中國比較少演出以外 我們都是... 基本上我們比較喜歡去北美 因為去北美可以順便看大聯盟 看棒球比賽對不對 對啊 北美的次數是去比較多次 那這次李武普是第一次有機會到歐洲 歐洲 對 結果去了歐洲之後 像我們每一次參加音樂節 因為我們講的事情是說 例如說我們每到一個音樂節表演的時候 很多其他國家的音樂策展人也會來觀摩 對 那看到這個樂團 哇 好特別喔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能在八 九月份 就收到了這個俄羅斯的一個 音樂節的一個演出 這個很不一樣耶 我不禁有一個很好奇的啊 像是這個 我們常常在討論一件事 說台灣的音樂要走到國際 其實語言的隔閡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都會擔心說 就是例如說像英國人講英文 那會不會因為聽不懂台灣的這個 這個台語啊 或者是這個國語 然後就有隔閡 或者是你們現在要到一個講俄文的地方 對 你們會擔心這樣子的事情嗎 其實很妙的是昨天半夜就是那個 河岸音樂的老闆叫Gedi 他要傳訊息給我說 他們現在正在錄補 錄補補正在播我們的演出 就是很妙 天端 對 對 其實我覺得以剛剛一如年的問題 台語 語言 這件事情第一個就畫地自線 如果我們認為說語言是 阻礙我們發展的一個隔閡的話 那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事實上以 例如說我們的眾神護台灣 這樣子這張專輯的概念來講 它是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 因為廟宇文化這種東西 目前包括像大陸 中國大陸它是文革之後就禁止 所以變成說只有台灣在發展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們每一次出國以這樣子的風格 去做表演的時候 在國外會獲得很大的迴響 因為從視覺上 以及我們結合傳統樂器 我們有時候出國都是帶那種 咚咚牆的東西 那一些器具就跟這些搖滾樂團 是完全不一樣的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八家將的彩繪 是免具對不對 我們今天也有帶到這個現場來 這個就忍不住要問了 你們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發想 就是說要把這個八家將的這個臉譜 就是帶上去 然後融合在你們的表演當中 其實以前我們出國都是自己畫 大君會到我們畫 大君自己畫 要花很多時間畫 後來就想到 是不是用更快的方法 我想這個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一開始我們想到說 以這個八家將的文化跟搖滾樂結合 這個在難度上 因為樂器跟這個音樂編曲 它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那我們為了想要讓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透過這個臉譜的一個展現 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還去問了 很多畫臉的師傅 以及熟知我們的傳統文化的人 就是說這樣子會不會不妥 因為它有很多的禁忌 對 那當我們學習就是說 我們畫他的臉 然後要有他的這個精神在這個身上 那個是要有一個相當程度的一個敬意 就是說我們對於傳統的這個文化 它是我們是保持一個很尊重 尊敬的一個 虔誠的一個心去做它 而不是去消費這件事情 那當然之後呢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表演 獲得很大的一個迴響 那每一次... 可是我們每次出國 我們沒有辦法說 畫臉的人可以跟著畫 那跟著出團 那我們都是... 出國都是最精簡的一個部隊 就是自己團圓 能夠自己做什麼事情 就做什麼事情 那我自己是做美術出身的 所以我都會幫自己團圓畫 結果後來發現畫完喔 好累喔 手都快抽筋了 等一下還要表演 後來我們找到台灣這個 就是專門在做道具的 而且它有立體的這個造型 它也是我美...那個 父親美工的同學 是 對 我就是做這個東西 然後它有那個效果在 那其實比我們目前 發行十一張專輯 我們出國表演的那個曲目跟內容 我們都很豐富 我發現這個面具 是不是其實有經過改良 因為我聽說一開始 你們戴上去的時候 是那個眼睛都小到都看不到 是不是 有嗎 真的有發生過這個情況 因為這是剛剛做完的成品 我們大家其實都還沒有試戴 我們就出國演出了 所以戴上去演出怎麼都看不到 還好因為我們都談... 那怎麼辦... 我們都談太久 我們不看是也可以談 就用聽的 用聽的... 就是靠經驗值去取勝 但是就是後來就趕快來 把它改良一下了 對啊... 原來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你們很特殊的橋段 設計就是那個 沐浴 宋經對不對 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其實當初在寫完這首歌的時候 我有寄給一個樂評人 叫翁家明聽 他聽完他覺得毛骨悚然 他說阿景... 毛骨悚然 因為他是有研讀佛書 佛的音樂的人 是 他聽完他說阿景 你知道這是什麼咒語嗎 我說蠻好聽的咒語 他說這是往生咒 專門給往生的人去悼念的經文 是... 那他說他半夜聽會怕 我說那我就去... 就去... 再去拜訪很多人 譬如說很多那種很虔誠的 他們覺得不會啊 你把好的東西唸給往生的人是 對他是一種迴響 後來我們就在經過大家的巧思 把它編得更豐富一點 因為我們裡面會唱 大燈米山炒的豆腐 我再拿木頭 辣蟎米蚵蚵 聽懂嗎 就是都是食物台灣小食 對... 我們自己喜歡的台灣小食 把它全部都要唱進去裡面 我們在國外我們都說 這是台灣式Rap 台灣式的Rap 老外就覺得很特別 對...他們聽就覺得很特別 很特別 那我們現在就再來Cue一下這一段 因為我們有準備這個VCR 再讓觀眾朋友聽一下 就是那個感覺 VCR 羅馬蚵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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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蜜蜜炒到有話過天父啦 當下去歌樂啦 前幾輪天要奔 愛鼓勵手四壞爭出奶茶 母乳牛丹小龍南寶東山 也不羅馬奔 有馬米拉長馬娃 只好吃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大家的反應都很熱烈對不對 有沒有人來問你們 這個到底裡面是什麼 就是我們台灣食物 有跟他們講嘛對不對 就是也歡迎他們下次來台灣 我們要帶他們去吃這些小吃 其實我的經驗是覺得說 以縱城戶台灣這樣子的系列來講 我覺得在台灣 可能大家對於身邊的事情 你會覺得很忽略 因為你覺得很稀疏平常 你看到廟會這些東西 都常常在看 可是對國外來講 他們是覺得從前所未見的 而且甚至 甚至對我們的文化 是感到相當的好奇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台灣很多廟會 當他們這一些 就是有神將出巡的時候 你知道排最多的就是外國人 對 因為跟他們的文化 是完全不一樣 很多外國人的音樂人 聽到我們這一張都是 包括我們前幾天跟一個 葛萊姆獎得主 他聽到我們這一張 他是直接用膜拜的 可是他希望 希望有機會可以跟我們合作 對 他也確定是要合作 這是他們沒有的東西 反而我們在這張在台灣 反而是得的獎是很少的 所以反而 八項得一項 在國外反而得的獎項比較多 剛剛也還滿諷刺 在國外賣得比國內好 然後在國外得的獎 比國內多 其實我真的發現 這個國際上的朋友 對台灣的這個廟會文化 是非常有興趣的 像每次我們看到的這個 媽祖繞境活動 有好多都是外國來的朋友 全程跟 然後攝影 拍紀錄片 拍照等等的 所以台灣真的有很多 可能我們自己覺得很平常 因為我們都習慣了 真的帶到國外去 大家是很珍惜的東西 對 包括我們自己也都會去 有時候會參與 繞境 參與一些廟會的活動 因為我們要 譬如要寫這些這類的東西 我們希望可以了解到更多 實際的去接觸 中南部很多那種 廟宇文化的一些專家 都跟我們變成好朋友 所以像我們去過很多地方 很多城市 那這些地方 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當地的一些文化 而去發展的一些活動 那我想要講的事情是說 或許廟會活動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巴西的嘉年華會 他們也是原本自己 Local的一個活動 或者是西班牙的那個鬥牛節 但是它透過一個國際接軌的方式 把它形成一個國際的一個活動 那相對的我們不管是民間 或是政府投入相對的一個付出 讓整個這個廟會文化的等級 可以去提升 就不會覺得說這是一個次等文化 而且像我覺得 像台灣就是一些很多廟宇 然後他們那個雕士 還有一些藝術的那種東西 它其實都有述說一些 台灣早期的一些故事 可是那些故事很可惜 就是大家其實都不知道 只有少數的幾個那個篩戶 他們才會知道這個故事 這都是很... 都快失川了 有時候我們連自己研究那麼久 才知道... 而且每個廟宇的故事又不太一樣 很好玩 真的... 這次啊 這個令無浦這個地方 其實滿特別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劈頭寺 對 他們就從那邊發跡的 那就是不曉得像豪哥或金剛 要不要跟我們聊聊 你們是不是有去參觀當地 像是這個劈頭寺他們過去活躍的地方 或者曾經住過的地方等等 你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們到了英國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那個劈頭寺他們的故事 就是去他們家看看 然後去了... 因為劈頭寺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還滿偉大的團 但是到了他們的當地 他們以前住的地方發現 其實他們跟我們沒什麼兩樣 怎麼說 就是說你住的地方 也是一個非常的... 就是一個小鄉鎮 然後看起來就是很普通 然後不會說因為他們是Beatles 然後他們可能會住什麼豪華大洋房 之類的這樣子 那是因為他們在 還沒有成名前的房子 對...當然 就是我的意思說 他們也是這樣出生的 我是指出生的部分 然後後來我們去很多那種 英國的非常有名的一些 Life House去看了一下 發現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文化環境 跟我們台灣的其實 應該怎麼講 還是有一些差異 但是那個差異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他們 因為他們是搖滾樂的先曲者 然後就比我們先進很多 並不是這樣 就是說他們對這個音樂的這種觀念 就是我是說一般聽眾 他們對這種音樂的觀念 是從小就根深蒂固 然後他們了解搖滾到底是在 表現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不像我們 我們可能還要先想辦法去瞭解 到底搖滾在... 在表達的是什麼東西 他們是從小就耳濡目的 像我覺得去利物浦的很多商店 其實都有賣PITOS的一些紀念品 那我就想到 因為利物浦是跟PITOS畫等號 如果五月天是跟哪個城市畫等號 董事長又可以跟哪個城市畫等號 不只是音樂人 例如說很有名的畫家 例如說陳辰波士跟佳音畫等號 等等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可以好好的去玩拍 PITOS就是很代表 利物浦的一個城市 還有那個錄音室 AVRO在倫敦錄音室 我這次去有順便去工作 OK... 就會覺得那個是一個殿堂 然後很想說回來台灣 蓋一個那麼屌的錄音室 那這樣我就很好奇了 如果說哪一個城市 覺得可以跟董事長連結的話 你們會覺得是哪一個 目前的話 因為我們早期的第一代主唱 跟我們另外一個其他時候 我們是在基隆讀書認識的 但是我們這個團 其實我跟你講 董事長樂團很像是一個 台灣的縮寫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省人 外省人都有 然後有泰國混寫的 有日本混寫的 還有韓國 韓國 韓國混寫 又有取原住民的 可是你們是個聯合國人 我們是大榮河 對 大榮河 對 然後最近這個小豪 也在跟義大利人交往這樣 所以我們也是國際級的這個 可以爆料 因為我們出國徐河認識的朋友 對啊 這樣多好啊 人生就是這樣不斷的擴展 擴展 對不對 像這樣 像這個長途戀愛這樣 有什麼羅曼史可以透露嗎 沒有 他現在就是英文很好 真的嗎 真的嗎 每天都背誕字 查字典 真的嗎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不是義大利文比較好嗎 義大利文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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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美國人 是美國人 他就在... 義大利的美國人 也是在巡演的時候認識的嗎 對... 所以他本來是你們的歌迷 然後就認識 他是聽別團的 聽別團的 聽別團的 對 然後他也是現場聽到 我們的音樂很喜歡 然後就自己買了 給我們一人一杯Shot 就請我們喝這樣 可是我們在國外演出很好 我們常這樣 有常在Pub 或者是那個老闆聽到 或是八台聽到 一聽完每次就是... 受不了了 就送... Shot 有一次就送你們 有一次有一個地方很瘋狂 七 八輪 而且就是不同的人 多人很多 那這樣會被灌醉嗎 我們都是對方被我們灌醉 真的 我們還滿厲害的 因為他們都這麼熱情 讓你們喝酒 很熱情 而且這個今天不是說 我們在這邊錄節目 故意去講這麼誇張的話 而是當地我們遇過 好幾次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們反映給我們了說 你們怎麼現在才來 怎麼現在才來 對 我在這個地方 看那麼久 從來沒有看過 像你們這麼特別的 你們可不可以下一次 就是專長來這裡表演 就是很多這樣子的 Response 有沒有碰過 讓你們印象最深刻的粉絲 做了什麼 真的讓你們最感動的事情 有 紐約 在紐約嗎... 他很瘋狂 有一個老外 對 有一個老外 他也不會講中文 可是他不曉得為什麼 他對於... 我想起來 他當兵的時候有來過亞洲 然後他... 我們每一次去紐約 他都會來... 就像粉絲一樣會去... 追星對不對 就追... 追你們追過來 然後他的車子車頂 都還有我們的簽名 真的 從我們第一次 2011年去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我們只要有去北美 就是東岸那邊 他都會... 他都會出現 所以他就一直 follow你們就對了 只要你們踏上了 美國的領土 他就是到那裡 天啊海角都追得到就是... 我覺得啦就是說 我們唱台語 唱國語 這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我們到了國外 我們還是唱給黃皮膚的人聽 我覺得那意義不大 當然我們唱給他們聽 當然這個是就是讓他們想起家鄉嘛 對不對 然後不要忘了台灣這樣子 但是我們比較care的是 就是我們有沒有去實質地去影響到 非黃種人 亞洲裔的 就是不同國籍的 這個是真的是滿多的 然後我們這次去利物浦玩 然後就有當地的那個Promoter 就是經紀人說 問我們有沒有意願跟他們簽約 在歐洲做巡迴 那我就看一下那個節目 一個月 幾乎每天都要演 我這樣太累了 很累 我們再年輕20歲就跟你簽 我們就一年來玩一次就好了 如果這種機會擺在 其他年輕樂團面前的話 他們可能會不假思索就會去 我覺得有機會就是要多往外去 看看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對我們現在而言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樂團 以及我們現在這個體系 正在做的事情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一趟 一個多月就在歐洲巡迴 而且那個沒有什麼錢 年紀不小啦 對啊 所以就是說這次造歐洲 有這麼好的一個feedback 所以你們也會計畫 以後可能多往那邊跑 但是不是那麼的密集就對了 就是一年去個一次 大家都滿開心的 都滿開心的 就是可以工作 順便去認識一下當地的風土一起 對啊 就順便去 有工作就做 去錄音室 因為我覺得搖滾樂 還是去那邊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911的歌把他做得像周杰倫 把他做得像五月天 我覺得那會失去他的味道 他們以前也問過我們說 可以給他什麼剪藥 對啊 我說不要 你就不要 就當自己就好了 不要被主流公司污染 歡迎回來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手上拿的這張呢 是董事長樂團最新的 這個最新的專輯喔 叫做董事長的年少時代 少年時代 少年時代 少年期待 少年時代 董事長的少年時代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上面有好多 像這個熊爸掌啊 媽媽請你也保重這些 還有雨夜酬 都是很有名的台語歌曲 就是怎麼會有這個構想 這次集結了這麼多 這個大家耳熟能想的歌曲 其實我想可能大家 對於前一陣子有一部電影 就是我的少女時代 可能會比較有印象對不對 這個有點讓我苦惱 因為在這部電腦 這部電影上映之前 我們這個想法就已經有了 因為我們大概三四年前 就開始醜化這一次 其實大概顧名思義 就是那個意思是差不多 就是等於是我們董事長樂團 過去受到這一些影響 從1933年到1990年代的 這些台語老歌 那事實上每一首歌 在每一個年代 它都代表著一個故事 或者是它在述述一個時代的 一個歷史 甚至它是在反映一個 當時的一個社會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覺得說 這些台語老歌事實上 有很多年輕人可能比較生疏 那我們用這個重新編曲 重新翻唱的一個方式 讓這樣子的一個老歌 賦予它一些新的生命 那尤其是我們這張專輯 為什麼我們要籌備那麼久 因為我們這十首歌 我們都找到跟這一些歌的 原創 原唱者有關 就是邀請他們回來在一起哄唱 那例如說像愛拼真是贏 你要知道 葉啟田嗎 對啊 愛拼真是贏這首歌 幾乎已經是連中國大陸那邊 講台語歌 愛拼真是贏 就是已經是畫上等號的 一個代名詞了 那你看葉啟田大哥 他又那麼難找 那你們怎麼找到他的 為什麼難找 我們是在Final Mix 就是我們在最後混音之前 才好不容易約到他 然後這首歌才可以收進來 他會不會一開始有一點猶豫 有喔 因為他會先要求說 寄Demo給他 然後要開會 Demo寄給他以後 他聽了 他就覺得OK 就來錄音室先開會 你要跟他講為什麼要這麼做 開會他會建議他的想法說 前面怎麼樣比較好 然後速度多少 什麼Key會比較好 然後例如說像雯夏老師 雯夏老師 對 黃昏的故鄉 雯夏老師他本身就是一個獨立樂團 我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一個人物 是 對 那他的作品 快聚人口到像我們出國 每次唱到黃昏的故鄉 然後底下就是哭成一片 我們覺得那個音樂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靖哥對不對 媽媽請你也補充 如果我們第一次聽到說 因為以前當兵不能想媽媽 所以這首歌是靖哥 我們都覺得很可憐 就是怎麼會這麼荒謬 那他就是我們 這些歌從30年代的鄧宇賢 我們知道他的故事就是說 哇 這個台語文 沒有辦法發展 只好用歌謠去傳唱 就是每一首歌對於每一個人 也都有他的不同時代的 不同的故事 還有比較新的一些台語歌 比如說改變台灣 新台語歌運動的 鄉前驚 對 很代表性 對 那我們就特別 鄉前驚 剛才那時候很紅嘛 那我就有一個台灣怪傑 叫黃克林 他又特別寫一首歌叫 因為那時候在地下電台 是非常紅的 對 在我們同時都有把他收錄在一起 他都反映了那些文化嘛 對... 所以就是這張專輯 就是希望說 就是對於台語歌曲發展 也是一個時代的紀錄 可以這樣講嗎 一個整理跟紀錄 然後讓現在更年輕一代的 這個聽眾 觀眾 那就可以去了解這個台語歌的 傳唱之美 從以前到現在一路過來 不過講到這個 我知道董事長樂團 其實一直都很關心 台灣的這個台語歌的發展 那我就想來聊聊 最近大家很夯的一個話題 就是講到這個 才剛落幕的金曲獎 這個911的表演 因為這個表演呢 一表演完的時候 其實大家這個 正負兩面的評價都有 有人覺得很好 但是有人 當然會有一些負面的評價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但是很令人就是覺得 很可以關注的一個點 就是說 等到那個收視率的調查一出來 才發現911是整個 金曲獎頒獎的典禮 收視最高的點 好妙喔 對 因為我覺得 當然是 我那段我特別拿出來看 可能是那天剛好可能 因為可能場面太大了 對 可能經驗比較不足 比較有點小市場 我覺得就是沒有必要 那麼的苛責啦 因為總是有新人嘛 是 總是需要給他們 磨練的機會 對 那在以前我們 還沒有轉紅之前 其實我們就已經認識了 他們是其實 私底下還滿有禮貌的 其實他們也是聽我們的歌 長大的 是聽他們歌長大的 大家都是台客對不對 在我們還沒有紅之前 我們兩個就會互相討論 這個團怎麼那麼好笑 就是自己拍MV 怎麼歌 好爽喔 跟我們好像喔 我說五六年前就看他們 在網路上發表很多作品 我說阿姐 要簽一下嗎 要不要簽 或者說要不要找他們合作 這樣子 那後來慢慢聽到他們 也發展得不錯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他們應該就是按照 他們那樣子的步伐 跟內容去發展就好 我們換個方向來講 今天假設說 911的歌把它做得像周杰倫 把它做得像五月天 或者是用那種 主流唱片公司那種 打規格去包裝它的話 我覺得那會失去它的味道 他們以前也問過我們說 可以給他什麼藥 對啊 我說不要 你就不要 就當自己就好了 不要被主流公司汙染 那就你們的觀察 你們覺得他們 這麼受歡迎的原因是什麼 貼近 貼近 親民吧 親民對不對 我覺得對啦 沒有具有幽默感 我覺得歌簡單好聽好學 而且我覺得 我就以金曲獎的角度來講 因為金曲獎每一年 它就是要代表過去這一年 我們台灣的音樂圈 發生了哪一些事情 那911的走紅 那是無庸置疑 因為大家是有目共睹 可是你要拿來跟其他的音樂 因為音樂的表現是很多元化的 你不能夠說等同世之 那我們都知道 最貴的不一定最好 那最賣座的歌 不見得會得獎 而會得獎的歌 也不見得最賣座 所以整個社會的面向 我們的文化的發展 本來就是這麼多元化 他們也算是網路世代的音樂 董事長樂團是代表型 在早期不可能這樣發揮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啊 就是講到這個話題啊 我們就來帶觀眾朋友 也來稍微更認識一下 董事長樂團 其實對於這個 現在更年輕時代 可能都不曉得你們當初 到底是怎麼一群人聚在一起 怎麼樣來組團 那為什麼就是大家會有這個想法 要來組董事長樂團 還有就是董事長 這個名字取得很好氣 還不錯喔 對…為什麼要叫董事長 就是可以先跟我們聊一聊 當初到底是誰先發起奧基團 當初取團名的時候 我有跟他們規定說 一定要三個字 為什麼 因為三個字比較像台灣人 三個字比較像台灣人 兩個字比較像中文大人 我們的名字都是三個字 四個字比較像日本人 五個字比較像老闆 俄羅斯 對 之類的 麥可傑克森 麥可傑克森五個字 所以就是 台灣人都是三個名字 大部分 那為什麼是董事長呢 其實這個我們 我們當初想這個名字是 因為我們組這個樂團 是要想要寫自己的歌 寫自己歌 當自己的主人 我們就是自己的董事長 其實在一個潛意識的型態之下 其實你要了解 大概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台灣人的所謂的這個本土意識 是很薄弱的 就是說這一塊土地 我們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是一份子 很多人以前都是至少門前學的 那種心態 所以我們覺得說 要當自己的主人 就是當這一塊這片土地的 你也是董事長之一 每一個人都是這塊土地的 算是股東吧 也都是董事長 所以我們當自己的主人 做自己的董事長 一開始是希望說 有自己的想法 像我們寫自己的歌 我們不管主流 或者是別人告訴我們說 你應該怎麼做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會發片 也不知道會發片 那所以後來是怎麼樣 突然之間有沒有什麼 一個轉捩點 有喔 然後讓你們的事業 開始這個起飛 一開始我們的單曲 是由腳頭唱片所發行的 然後後來又有主流公司 找我們接洽 當初叫上華 現在的華爺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說 機會 那句話是絕對是對的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們那時候很積極的在練團 在錄音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的demo 就像那個 我們的那個新專輯那樣 有那種卡帶 然後我以前在廣告公司上班 我就會做Proposal 然後只要對著Timing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把我們的demo 跟資料交給 而且是直接交給 當時的唱片公司的 最上 因為音樂總監這一個人 一些轉捩點就是 有一次我們 因為那時候我們搭長頭髮 那時候就很多導演喜歡 找我們去拍MV MV 當MV的那個 就是後面的那個月熟 月熟 比如說我們要拍動力火車 我們就想說 他們的音樂總監劉天賤 老師可能會到 而且他是搖滾掛的 我們就趕快加夜班 把東西弄好 燒好戲 弄好卡在CD 等到劉天賤怎麼都不出現 到班晚他來探班 趕快拿給他 天賤老師 這是我們的作品 你聽看看 是 其實結果都沒有回覆 沒有回覆 半年後打給我們說 那個阿姬 我們老闆想見見你們 所以他終於聽了 很喜歡你們的歌 對 半年後才聽 不只半年 其實很多 不只半年 很多這樣的案例 可是你沒有丟出去 你就是沒有機會 對啊 因為天賤老師最後還是聽了 還真的就是很喜歡 所以才有這個機會吧 其實董事長這個團 是冠魚組的 開始只有說感冒 後來感染成肺炎 然後就變成血癌 如果我們少一個組長 就這麼瓦解的話 那我們會變成有點辜負 冠魚的 他當初的這個苦心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繼續走下去 他那時候的夢想 就是想要拿一座金曲獎 給他爸媽證明 證明 對 這個是你們最早的 第一張的宣傳照 第一張宣傳照對不對 應該是說 這是我們第一代的團員 對 17年前 2000年的 2000年了對不對 那我們的主唱 就是正中間這一位 叫冠魚 在我們發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他就因為血癌過世 對 我們以為這樣我們可能就解散 對 沒想到到現在 對啊 這個是冠魚 這是我們第一場的演出 2000年還是1997 1997年 1997年 1997年對不對 在女巫店 在什麼地方 女巫店 女巫的店對不對 女巫的店 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小富 對啊 而且你們那個時候還那個 那時候造型看起來 在那個時代算是滿前衛的吧 沒穿衣服還要什麼造型 沒穿衣服 那個年代 也的確啦 頭髮比較長 比較少 大概1990年的時候 我們走在路上 就穿破褲子啊 我們穿皮衣 然後有丁丁子 留長頭髮 有時候警察都會幫你擺下來 淋檢比較會被淋檢到 淋檢喔 警察淋檢的時候可能會比較長長 而且最重要的其實董事長 這個團是冠魚組的 冠魚組的嘛 對 一開始是他號召這樣子 那個時候就是他得到血癌的時候 你們很震驚 然後也會擔心說 是不是他如果真的身體不好 沒有辦法繼續的話 你們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 因為他那時候其實 一開始只有說感冒 後來感染成肺炎 然後就變血癌 我們不知道怎麼會 因為感冒怎麼會...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我們認識到這個冠魚 他原本是打橄欖球的 他瘦瘦的喔 你看他手把沒在刺的 所以我們認為他很強壯 你知道嗎 就像他講他現在是一個感冒住院 我們都萬萬都沒有想到 會發展到血癌過世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沒有想過說 萬一他走了有沒有董事長這些問題 那直到他真的走了以後 我們也沒有去... 應該是說我們有想過說 董事長的未來怎麼辦 但是想一想我覺得 如果我們少一個主唱 就這麼瓦解的話 那我們會變成有點辜負了 冠魚的... 冠魚他當初的這個苦心嗎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 就繼續走下去 他那時候的夢想 就是想要拿一座金曲獎 給他爸媽證明 證明 對 對 因為他是家裡的 算孤兒子 小時候不學無術 然後也滿會惹事的坦白講 但是他的那個聲音是真的很特別 真的很棒 所以你們後來是不是2005年的時候 真的 那年得到了一座金曲獎 對 最佳樂團 最佳樂團 然後就把那個金曲獎的獎座 送給冠魚的爸爸 對 所以冠魚爸爸那時候應該很高興 對 他覺得... 他覺得很可惜 因為他爸爸本身那個聲音 也是跟他一樣 很宏亮 很宏大 他都會教我說 快來 你要唱我 要唱我 還會教他唱歌 對 所以後來就是 後來有一陣子你們失戀了 但是最後冠魚的爸爸也過世了嘛 對 我們有去看他 有去看他嘛 所以現在想到這一段過去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點感傷 會啦 因為我跟他是從高中幾乎 都是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的好哥們 麻吉的好朋友 好 那我們來換一個稍微 真的比較沒有那麼沉重的話題 不會啦 其實講到就是會有一點 還是會有點小難過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年都會幫 我們都會舉辦一個冠魚紀念會 每一年的這個一個 算是一個演唱這樣 盡量都是唱當初跟他有關的 然後也會找一些 新進的一些台語樂團 像我記得以前 滅舞器都幫我們 那時候都幫我們來唱過 還沒有紅之前都會 我們那時候他 我們去高雄學會 會找他過來一起唱 所以你們每年忌日 都還會去看他對不對 都...對 都會辦一個紀念會 對 所以就是他也算是 他的精神永遠跟你們在一起 當然 永遠一起的 所以除了就是平常的這個歌唱 還有就是樂團的工作之外 好像你們每一個人 都會有一些自己的副業對不對 現在還有嗎 一直都有 我們先從大軍開始講 其實你是很喜歡運財對不對 我就很複雜 其實運財的這個部分 我有一兩年的時間 有到那個體育頻道 去做一點分析 你是有露臉的去評論嗎 對... 你不是還有一個筆名有在寫嗎 有...那時候有個碗報的 那你現在還有在寫嗎 現在不行 因為現在事情真的太多了 我們現在連看球的時間都變少了 所以這個表示我們很負責任 沒有看得那麼仔細就不要亂爆牌 原來是這樣 其實我要講到說 為什麼我跟這個運財分析師 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是因為我曾經在中華職棒公司任職過 你知道那個職棒大概 我是從職棒3年到職棒7年還是8年的 球員卡都是我設計的 真的喔 那一段時間的球員卡的發行量是 有史以來最多 不早說害我買那麼多 那個有保值好不好 但是後來那個才垮掉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美術出身 所以我在廣告公司做過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會靠設計跟做一些行銷 然後做我自己的另外一個可以萌生的一個事業 我很好奇啊 就是你們其他的團員有沒有 因為聽了大軍的分析 然後跑去買這個運財 就真的很準 買對面 什麼樣 買對面喔 買他對面 真的 有開玩笑 沒有 我覺得大冰就是 他平常幫我們算命比較多 有算命喔 所以你還有研究命令是不是 不是 我跟你 命令那個是要稍微一定要知道一下 你知道他們那幾個 雖然就是 他們不是那個什麼分析師 可是他們比我還厲害 還厲害啊 你知道我們是靠感覺的 都靠感覺 不是真的下去分析 就是一個feel 之前講說 北美我們去過很多趟對不對 你知道美國有30支MLB球隊 也就是說他們有30個組場 對 這個人都快要去玩了 真的 基董你去了29個 對 寫到去完30個 連解散的也去了 也去 到30我就可以寫一本書了 我的大聯盟 你看他多瘋狂 對啊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子 我們喜歡嘛 那你喜歡你總是對他 會一定會有一定的一個 相當程度的一個知識跟理解 了解 那基董呢 你之前有寫過書嘛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就是 你平常有興趣在從事的副業 其實我目前在 我們目前有我們有進一個錄音室 然後就當公司的製作人 然後會接一些案子來做 就是跟都跟音樂產業有相關的 還是有跟音樂產業有相關的 而且我們接下來要蓋一個 我覺得是算亞洲地區 我希望它可以是一個 成為一個指標性的一個錄音室 我們要把一個二層 二輪戲院 以前是放二輪戲院的一個空間 把它承住下來來做那個錄音室 對 因為台灣的錄音室都比較狹小 那錄出來的那個 會顆粒就沒有那麼的搖滾 就是說 錄音室的蓋法 其實我們出國去看過才知道 哇 真的是五花八門 對 因為我們也有時候會帶來我們的作品 去國外做魂音 對 所以 那因為這一次剛好我們有一個契機 我們有一個老外錄音室 他也很愛蓋東西 他對台灣很有興趣 他希望在台灣可以蓋一個 屬於他的想法的那個錄音室 所以我們就開始合作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現在也要合作蓋錄音室就對了 對啊 把戲院改成錄音室 那真的很特別 好啊 那接下來想要請問一下金剛 你是韓國華僑對不對 對 韓國華僑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官員朋友聊一聊 你大概是幾歲的時候才來到台灣 我差不多小學六年級 十一歲的時候來台灣 十一歲的時候來台灣 對 然後 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一度以為我是不是來錯國家 為什麼 因為他們講台語我都聽不懂 因為我一直以為台灣就是都在講國語 那小時候在韓國我們也是有在學國語 然後來到台灣以後發現 我才知道原來有個東西叫方言 方言 對 然後就開始 就是每天跟這些人生活 就變成說你台語 就算你不用學 你光聽就學會了 而且還加入一個台語團 對 就沒想到這個姻緣機會 然後我家裡只有會講台語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電話 是那個 他就打來跟我說 小哈媽 你好 我是林強 然後我就回他 你林強 我五百耶 然後就把他誇掉 林強就不小心被 不要被他罵 剛剛聽到這個你被爆雷說 有這個新戀情喔 那你平常有沒有說 也是有一些副業啊 聽說以前啊 你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有一次林強老師 有打電話給你 是不是 那個是大概 很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03年內 不曉得二十幾歲了 還沒有 我記得那時候他打 那時候 我是跟張璇組一個 叫Mango Runs 對 那時候他還沒發片 對 然後我們去報名 那個海洋音樂祭 然後評審剛好就是吉董 跟那個林強老師 強哥是主席 然後也是那個 比賽完之後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電話 是那個 他就打來跟我說 小豪嗎 你好 我是林強 然後我就回他 你林強 我五百耶 然後就把他誇掉 林強就不小心被 莫名其妙被他罵 他脾氣很好耶 然後就再打一通電話 我真的是林強 小豪 我真的是林強 超緊張 你以為是詐騙電話對不對 對 我以為是朋友在鬧 或者是開玩笑 我很好奇耶 就是你們會不會有吵架 或意見不合的時候啊 還是你們感情都很好 是都會 男生在一起都會 都會 但是男生比較好解決就是 比較容易就事論事 就是說不會說 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跟你去吵別對不對 所以我們出國巡迴 特別容易吵架 會吵架喔 因為大家都擠在一間小屋子 住在一起啊 但是... 生活習性又不太一樣 酒喝就好了 不過就是喝一喝就好了 喝一喝就好了嘛 對啊 聽說你們酒量都超好的耶 男生都是這樣 有時候 而且是可能第二天說 我們昨天好像有怎麼樣 有嗎 我都忘了 都忘了 就是酒喝下去所有的這個恩怨 就是一笑名恩仇了 就可以不用那麼在 其實我們團已經邁入20年 對 這20年來坦白講 我們見面的時間 相處的時間 可能比家人 電影的老婆小孩都還久 都還多 所以 久了之後 其實有一些事情 明明知道 他那個 那個美女在哪裡 就大家習慣就好 就大家 大家互相了解就好 好啊 那我們的節目 也接近尾聲啦 那最後我們想 就是請你們來展望一下未來 我知道你們好像 最近還準備要拍電影是不是 對 這個頭很大 真的 這個是完全跨界耶 從音樂到電影 其實 因為拍片這件事情 就是從我以前 我以前拍廣告的時代到現在 其實它並不過是 它的難度在於說 我們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之下 去表現出一個小成本的電影 可是可以展現出很有個性的內容 這個是講什麼故事 樂團嗎 對 當然 因為我們 樂團的故事 我們擅長的就是樂團的生活 因為要講樂團 大概也 我們的故事可以講 一頭老鼓 你錄五集都錄不完 但我們 我們想要把 其實我這部電影 我要描述90年代所謂 以前我們是稱呼地下樂團 那這些獨立樂團的前身 如何在這個台灣以前的這個環境 我們所遇到的一些事情 它等於也算是一個 比較忠實的一個紀錄 然後透過電影的成片 它是一個以娛樂角度去拍來的電影 但是我希望說 因為我覺得 包括順便帶到我們新的這張專輯 有收錄一首歌叫做《點灰條》 這首歌是在當年 年輕的安娜這部電影 嚴正國那時候還很小 他只有演的 我跟你講 我覺得一直到現在 台灣的電影原生代 我覺得最出色的就是 最經典的 最經典的就是《笑蕾蕾安》 那我就是以這個角度 我希望說 可不可以就是說 讓音樂在電影的角色裡頭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些手法 來呈現東西 好啊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囉 也非常期待你們的這個 包括最近有新專輯 之後還有這個新的電影 很忙 對 希望大家 還有巡演又要去俄羅斯 好 那我們就 會先巡演台灣 好啊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先到這裡 我們也非常謝謝四位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我們分享 那也祝福你們 就是以後 不管是電影啊 還有你們的專輯 還有你們的巡演 都可以非常順利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還有我們 我有來到大藏的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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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董事长乐团 做自己的主人 大家都是董事长 我们是董事长乐团